好 再来看看时尚界 这是集结了时尚环保跟纺织技术的台北纺织展 即台北魅力展 在南港展览馆登场 除了有静态展示同时也有动态秀 而设计师呢 许秋宜是以蓝染为主题 那么有专业的model来走秀 还特别找来11位艺术家走上深展台 简单剪裁的洋装搭配山水风景 也让整件衣服有绝佳的美感 多层次的穿搭加上不同色阶的蓝 也能够穿出时尚个性 设计师许秋宜在台北魅力展当中 用天然的素材蓝染来传达最时尚 说从一种不可预测里头又可以捕捉到美感 我觉得这个是比较难的 那就是一个差异性 那我觉得说在一个设计领域里头 你应该要找到一个有特殊性 然后设计感的一个差异性 然后它又可以融入生活当中 为了呈现时尚融入生活的概念 台上走秀的除了专业的model 还找来11位各领域的艺术家 展开一场跨领域 专业与非专业的时尚对话 第一次走秀紧张死了 怎么说 哇 要我们做创作 是我们的本业 就是觉得很得心应手 但是一走秀 看别人走也很简单 当自己穿上衣服 走到台前在灯光下 就不知道怎么走了 就连许秋怡的老公 同时也是艺术家王仁杰 也来力挺老婆 感觉还蛮新鲜的 23年来 头一次穿太太的衣服 因为她主要设计 都是以女装为主 今年特别邀请很多的艺术家 一起来共襄胜举 其实还蛮高兴的 走秀非专业的艺术家 以及设计非专业的model 共同演绎这场时装秀 徐秋怡说 懒染不可预期的设计创意 加上艺术家不太好控制的走秀风格 都让她觉得这场秀相当有意思 中文王志仁 郭壁淳 台北采访报道